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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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亲友好哦 歡迎來到Bogan講集 我們今天來分享一盤在2013年 可以堪稱列入當時的十大代表著一盤精彩對局 其白方的是荷蘭第一吉里 其黑方的是波蘭的特級大師巴特爾 我們直接來看對局吧 白方走起初起式 黑方衝起第五兵 白方走起後前兵 黑方回應A6 這時候A6未來有可能衝起B5 也可能提前預防了主教到B5 黑方走完A6之後 白方走的是BG5 黑方走起C6 白方走小兵E3 黑方走起皇后B6 這時候B6可能就有意思了 他可是要威脅小兵B2 威脅小兵B2這邊其實有很多方案回應 這邊可能可以選擇皇后保護 也可以選擇小兵保護 但實戰中這位荷蘭第一吉里 他所選擇的這首旗 就可能當時出乎大家所意料之外 包括巴特爾 他也沒想到這首旗 主教B3 你來皇后B6抓B2兵吧 那好你就吃吃看吧 這首旗可就是吉里精心為巴特爾 所準備的開局陷阱 而實戰中巴特爾也心難接受這個陷阱 直接選擇了皇后敲B2 好的輪到吉里了 現在陳寶A1被打個新手 所以黑方這個新手 白方立刻走的是騎士D2 用皇后生根讓陳寶有根 而這邊巴特爾所選擇的是皇后A3 輪到吉里了他選擇陸寶 那現在顧名思義 黑方已經多了一隻兵了 所以黑方現在選擇的是主教聚武 先一個牽制帶新手 準備邀請交換所有武器 進入皇兵殘局 而實戰中吉里這邊走出了這部棋 皇后B1 對這個牽制之間解套 同時威脅B7兵 這首旗可就非常關鍵的 因為這邊輪到巴特爾 巴特爾的選擇現在B7兵可就不能丟完 因為丟了B7兵可是直接皇后 直接殺到B7去了 殺到B7可是要同時威脅A8成寶 所以實戰中如果巴特爾選擇的是寶A7的話 那直接皇后一個BA 皇后B6 直接把成寶跟B7兵給打掉了 所以實戰中巴特爾所選擇的是小兵B5 這邊棋要不妨暫停一下來思考看看 如果這盤棋給你們操作白色 你們會選擇走什麼棋呢 也是因為未來 戴火吉里一連串的非常花烈的操作 才讓這盤棋列入了當時的十大代表作 好的 各位棋友不妨想想看 就是這部棋 小兵C4 這首棋可就讓當時的巴特爾整個徹底打懵了 因為這首棋很明顯是個先手 準備要強行戳穿B弦 如果實戰中巴特爾選擇的是B兵槍的話 白鳳之間就摁到B7 黑鳳之間就被聽牌了 皇后之間把城寶A8給打掉了 那實戰中如果巴特爾所選擇的是 第一兵敲呢 這邊吉里一兩會決定的就是 騎士硬炸 直接強行炸掉C士兵 這邊實戰中這個騎士可就很強悍了 這個騎士你黑方可就不能吃啊 如果你黑方選擇敲這個騎士 那白方一個直接皇后逼心 黑方也要被戳穿了 所以實戰中巴特爾評估之後發現這個C兵實在太可怕了 不能吃他的 所以實戰中巴特爾的決定是 不吃C兵選擇的是主教敲騎士 輪到吉里了 吉里選擇的是騎士敲騎士 這邊巴特爾想說 欸你的騎士剛好從D21到F3了 那我兵不是可以敲兵了嗎 那你的騎士就不能敲個新手了 所以實戰中巴特爾所選擇的是兵敲兵 當然一定只能D兵敲 不能B兵敲 因為B兵敲的話一樣 皇后直接到B7就把黑色給戳穿了 所以實戰中巴特爾所選的是D兵敲 那這邊各位騎友應該可以知道了吧 吉里這首騎就非常自然而然的 走了出來 主教敲B4 是的 白方依然不用擔心主教被敲 因為黑方可就不能小兵敲主教啊 因為只要敲主教的話 黑方一樣會被皇后B7給戳穿了 所以實戰中現在到對局致齒 對局致齒 雖然這個計劃感覺黑方好像暫時不能回應這個主教 但是黑方不敬 不急 畢竟黑方可是多了一隻B2兵 所以黑方現在選擇的是小兵E6 想要尋找機會準備出武器順便入寶 輪到白方了 白方這時候立刻當機立亂 走起了兩隻強大中心兵 未來準備找機會進行中心強制爆破 看出了你 看出了你黑王沒有入寶的情況下 之間強行中心撬開 對沒有入寶的王持加壓力 實戰中輪到黑方了 黑方在壓力一下子在太陽危險的 所以走出了這部主教一騎 他這首騎什麼想法呢 這首騎想要邀請 想邀請如果集裡 選擇的是主教敲主教 剛好黑方可以順勢出騎式 準備入入寶了 那這樣黑方的王子要躲開中間 那黑方的安全幾乎就確定了 實戰中白方當然不會讓黑方如怨所長的躲掉王 所以黑方這首主教一騎 白方所選擇的是主教C1 很好 打個先手 把你皇后給衝走 實戰中巴特兒所選擇的是皇后A5 輪到集裡的 集裡看準的時機 看準的你黑王暫時沒有入寶 你的B7兵 有B7格子跟B5兵暫時不能吃主教 因為B7格會漏掉給皇后到B7 所以實戰中集裡看準的時機之間進行一個忠心爆破 這首期可就真的徹底把巴特兒給打矇了 巴特兒實戰中可承受不了 如果小兵繼續往下敲到16兵 那黑方直接就要被戳穿了 所以實戰中黑方所選擇的是1兵敲掉 好這時候集裡選擇的是第一 1兵也敲回去 輪到巴特兒了 巴特兒這首期選擇的是初騎式 因為巴特兒評估過了 如果依然是敲主教那可就不行 直肩皇后就到B7一樣道理了 所以這個局面下 所以這個局面下巴特兒所選擇的是初騎式 他怎麼想 他想說如果集裡選擇的是兵敲兵的話 那剛好可以順勢幫黑方出騎式 順便A8城堡直接解套 而實戰中集裡當然不會這樣做 各位旗友應該可以看出來 集裡會怎麼操作了吧 是的 忠心王沒有路寶最怕什麼事情 最怕的就是忠心各種開放線路 所以實戰中集裡 索性在把這個第5兵直接氣掉了 來 就看你吃不吃 如果你不吃這個第1兵 就要直接把主教給敲了 那實戰中巴特兒可就不能接受 直接兵敲主教啊 所以他選擇的是小兵把它吃掉 好 主教把小兵吃掉 這首期就輪到白方集裡了 白方集裡現在可是氣了兩隻兵的 氣掉B2兵又氣掉了中心兵 現在但是他所獲得的補償可就夠大了 黑方 黑方的王可就支流中心夠久了 所以實戰中集裡走這部寶1萬 好奇啊 這個寶不用怕被皇后威脅 畢竟這個騎式有生根 所以實戰中這個寶A萬輪到黑方 黑方所選擇的是 避開王 黑方因為知道如果走主教的話 如果走主教的話 會直接被一度牽到此 根本就不能離開中間了 所以他選擇的是王先避開中心 以免他的黑格主教被牽在中心 不能動彈了 而實戰中 白方的集裡可就沒有錯過這個機會 開始把全部武器 把全部武器往黑方的王前塞過去了 皇后F5 好奇啊 如果這首期黑方再不回應 皇后準備就要到C8威脅快殺齊了 所以實戰中黑方所選擇的是快人出騎式 出騎式讓底線的A8城堡 立刻解套過來加強防守 而實戰中 這邊各位不妨再度暫停一下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到底集裡是如何入局的 這根集裡看到了超級華麗的戰術技巧 是的 這部其實實在太震撼了 主教炸F7 誒 這首期什麼想法 這首期你黑方如果選擇敲主教的話 那白方之間就要用城堡配合皇后之間 一個皇后一右將軍 白的國王強制給打回去 如果你的王回去 黑方之間主教就被摸掉 順便摸主教帶新手 直接把那個主教拿回來 就讓你黑王超級尷尬 如果黑王繼續選擇奪G8的話 白方之間一部皇后一六 把你的王強行打出來 然後再一部主教F4 準備主教D6聽牌了 所以實戰中 黑方可就知道這個主教可就不能吃啊 吃了主教白方之間就要聽牌了 所以黑方所選擇的是 騎士蓋主 這首期什麼想法 準備用騎士回彈吃主教 同時蓋住城堡 讓城堡被擋住 就不能配合皇后 來威脅一六格 而實戰中 吉里可就看準了時機 看準了什麼時機呢 城堡炸一五 好奇啊 這首城堡炸一五 可就真的把巴特給車裡打懵了 因為實戰中 這首期如果不回應的話 白方之間多了好多武器 而且黑方的王弦快被打穿了 所以實戰中巴特爾所選擇的是 主教把城堡敲掉 好的 現在輪到吉里了 吉里想說 你居然敲我的城堡 不敲我白個主教 那我白個主教順勢後退 順勢後退是什麼想法呢 未來可能直接乾脆集結了皇后到一流 皇后到一流 直接皇后F7 直接進入皇后F7 把黑王殺穿了 所以實戰中 所以實戰中巴特爾所選擇的是 城堡一八 這首期什麼想法 也很明顯 就是阻止你皇后到一流 準備F7殺旗 輪到吉里了 吉里現在可能就要開始思考了 畢竟這個黑格主教可是威脅著城堡 到底要不要逃走城堡呢 各位覺得吉里有逃走城堡嗎 有逃走A1城堡嗎 沒有 是的 吉里沒有逃走城堡 他所選擇的是 好奇啊 你要吃城堡就給你吃了 如果你真的敢吃城堡 黑方準備就要直接主教C5 強行打穿黑王了 所以實戰中黑方 所選擇的是 擋住小兵 小兵走起來 讓皇后A5亮開來守住C5格 守住C5格 讓你主教不能來C5格打黑王 而實戰中 因為這個亮台 吉里看到新方案了 是的 就是這首旗 千字戰術 這首旗一千字 你主教可就不能動彈了 因為你主教動彈的話 黑后之間就被拿掉了 如果你主教動彈的話 黑后之間就被戳掉了 所以實戰中 巴特爾 他看到了這首旗 小兵拘留 他想說 太可惡了 你這個討人的皇后給我走開 你的后給我走開 這樣子的話黑方就可以解套主教了 而實戰中 吉里他的後可就沒有閃開了 吉里所選擇的是 主教H6好奇啊 強行把黑王打到17格 黑王到17格之後 這邊吉里平斷清楚了 當機力亂的 主皇后炸主教 一炸 強制把後換掉 順便多個半子 這個局面下 白方已經多半子了 白方的武器可是雙主教騎士城堡 黑方的武器只有雙堡一騎士 按照直立效率 白方的武器可是有明顯的勝勢了 而且現在還準備威脅C6兵 還威脅城堡到E1準備閃擊 實戰中 黑方所選擇的是 國王D6 這邊直接一個將軍 白方 將完軍之後 黑方巴特爾也就索性認輸了 那各位奇友 如果倒帶看一下 就像巴特爾不走這部 國王寶兵 他選擇的是出騎士 擋住白格的主教 也沒效果 因為這個C6兵 如果直接被拿掉 黑方也是沒得下的 就算C6兵不拿掉 走起C5的話 那白方也太好下了 有各種的閃擊技巧 抓雙技巧 牽制技巧 黑方也是沒得下的 也是因為非常精彩的這部棋 小兵B5之後 一部小兵C4 強行的把B線給戳開 戳完之後 在強行的爆破中心 這兩手計劃 徹底把這位波蘭的國家冠軍 巴特爾給打蒙了 也因為這強行的 非常強悍的計劃 讓這盤棋入選了2013年 十大年度代表座競選 好的 對局至此 那下次波根又會分享 什麼精彩對局呢 咱們下回再說 你們的點贊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就是我更新的速度 謝謝 這裡是波根的夕陽棋 兩個傻丁個月 下回好奇 不迷路